所以我今天喝醉 然後我的牛拖著我 這樣也算酒驕 也算酒驕 但是他這個就是罰款 歡迎收看Sleep Bar全台灣最新的酒吧 我是可樂 今天邀請到的是 喬欣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欣律師 因為我們今天要聊到的就是 跟法律有關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喝的酒 也跟法律有關 它叫藐視法律 那如果對調酒製作過程啊 做法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影片的最後面去觀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頻道其實一直有在推廣理性飲酒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有在做一點功課 我後來就是在找資料的過程中 我有發現蠻有趣的一點是 雖然在台灣50年前 我們酒駕房只要100塊 這個讓我想到 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阿公那個輩分 我就印象中當時就是有親戚 然後喝醉酒 那時候我還很小 就全家一家人陪著這個醉醺醺的長輩 然後去找他的車子開車 因為那個時候酒駕其實大家根本就不當一回事 那其實早期的想法跟氛圍就認為說 喝酒開車他都覺得說 只要開車技術夠好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到了這個分水嶺是在 1999年 就那時候出了幾起就是酒駕 然後撞死人的新聞以後 大家就開始注意到說 其實喝酒開車很危險 所以其實當時的法令就是從本來 從罰錢就可以解決 那就是行政罰 他把它提升到刑事責任的地步 也就是他會構成一種犯罪 然後甚至有可能會被抓不斷 所以這樣其實也花了30年 就是可能才慢慢的一直不斷的調升罰款 到真的有刑事責任 但其實當時100到300 在那個年代 我記得幾萬塊就可以買房子 其實算是蠻貴的一個金額 好像之前看過有什麼 新裝買房子要11萬嗎 之類的十幾萬 陽春麵只要兩塊錢之類的 對但其實這也凸顯就是說 我們在修改法律的時候 通常都是有社會新聞 才會有人去凍結 整個修法歷程就1999年 這是第一個就是改成刑事責任 然後一開始修的是一年以下要寫平行 那中間變成兩年 但比較最近的是變成三年以下要寫平行 然後雷犯還會再加裝上去 最重的狀況是可以處到無錫平行 現在的責任已經變到那麼重 腳踏車跟滑板是不是也是算酒駕啊 腳踏車它在我們的法令上面叫做慢車 那酒駕管制它有分罰款的 就是行政法罰錢而已 不會有錢科跟有錢科會被抓去關的 那它的區分就是是不是動力交通工具 所以腳踏車它不是動力交通工具 但是如果你騎的是電動腳踏車 這個就變犯罪了 它別在這 所以不是電動的 就只是會有罰款的 對 就是它的罰款是大概1000到3000左右 哦 哦 那我之前有遇過的挺好的是朋友 就是 有滑板回家然後被拔錢 然後滑板滑板蠻有趣的 滑板就是說 它要不要受到管制 其實滑板第一個問題是 它甚至連上道路都會 哦對啊確實 對所以說其實 先不管滑板它有沒有喝酒 搬了滑板喝酒這個其實是超級危險的 超危險的 對 之前有一次颱風天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看到那個店家門口有滑板 然後我已經喝了酒 然後我在那邊流滑板 然後把自己算的學都惡上了 大家喝酒不要流滑板 剛剛講到自行車跟滑板 但其實法律上那個所謂的慢車 除了自行車以外 還有人力車 比如說手推車 手拉車 甚至連牛車馬車都會把滑板滑進去 所以我今天喝醉 然後我的牛拖著我 這樣也算酒駕 但是它這個就只是罰環 因為它不算是那個動力 動力就是要嘛是電力 要不然就是有引擎機械 我剛剛想到一個 可是我覺得會被黃標 今天要來教大家一杯 看起來很清新的海洋桿調酒 為什麼要用這個鯊魚杯呢 因為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Servashok VPN 先加入檸檬汁 切果木糖漿 其實桃酒是很長 在國外的網站上 看到很好看的器具或是杯子 但如果從跨國台灣連進去 價格可能會比較高 這時候換上Servashok VPN 就有機會可以享受到當地的價格 我們的雞酒福特加 葡萄柚的Beeper 那我們就做完了 鯊魚還露出一個小鼻子 超可愛的 另外身為YouTuber 帳號被盪這件事 真是不可不防 透過安全的VPN聯網 可以避免資料外洩 不讓自己辛苦創立的頻道被騙去 大家如果想體驗的話 可以到資訊欄 點擊連結輸入我的優惠碼 Servashok 獲得17者的優惠 另外 訂閱萬鈕鈕 還送三個月哦 如果用的不習慣 30天內全額退費 大家趕快去試試看吧 那聽說是現在開始有在討論 就是想要就是那種有用連坐法的感覺 連坐法確實有聽過 但我必須老講 連坐法以法律人的觀點 是不太可能推公 因為他其實他的問題就在於說 等於是這個人酒駕 可是跟你無關啊 可是可以確定的是說 如果你是車主 你知道這個人要酒駕 你還把車子借給他開 這個車主其實確實是有問題 就是他是會有責任的 但是連坐法就譬如說 會不會父母啊 然後就跟著就一起送 或是就是如果客人 然後我知道他離開 但我可能不一定知道 他可能 有些我遇到客人是 他可能就是桌面上有放鑰匙 那我看到我可能就說 欸 你不會待會兒要開車吧 他可能就會稍微透露 我就會支持他 可是如果他只是有這樣的行為 但我不見得一定知道他 對啊 對啊 沒錯 那可能連坐法嗎 因為其實法律它 很難界定的就是 我要怎麼認定你有那個故意 或者是你可以預見到這件事情 我今天法律要處罰你 當然就是你要嘛 要有故意要嘛 要有故事 那那個故事就是 如果說這件連坐法 罰到的是店家的主人 那以後店家的主人 變成是他要派一個人 派很多人力來監督說 欸你這個 所以離開前都要酒駕 然後鑰匙要不要交出來 對啊 你現在在人拿 這個成本其實太高了 但其實相比之下 酒精鎖這個討論其實是已經蠻具體 而且是蠻有機會推行的 那目前鎖定的對象是針對 已經有犯過酒家 因為他會先被吊銷駕照 他在重考之後 那目前聽到的是 他必須要加裝酒精鎖 那你有被零檢過嗎 應該蠻長的吧 被刁難過 然後後來說 就是表明自己是律師的身份之後 大家就 欸 就算了 這樣好 沒事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誤解啦 就是之前有一個韓劇 叫非常律師 他裡面就有講了一句話蠻好笑 他是講說律師在外面 暴露自己的身份 通常都沒有好事 譬如說 如果你今天要去 買房子好了 講說你是律師 你企業看了多仔細 人家搞不好不想賣給你 那如果今天是遇到警察的話 他會覺得那又如何 不會有人說 欸因為你是律師 他就不零檢了 我想說之前看很多新聞就說 你知道我爸是誰嗎 然後或是什麼 欸 零檢都要自己學長的 尷尬了 對不對 其實我 零檢的時候 我最常講的一句就是 把車窗打開 然後講說沒何事情 通常不是都頭探進去 他重點就是聞你有沒有久期 嗯 對那其實也可以另外提醒一下 就是零檢這件事情在實務上 我自己觀察啦 就是我會覺得 警察他通常都會瞞看你的第一印象 就如果你有點微笑 然後你也不會就是 太過西裝異服 或有點ㄎㄧㄧㄥ的感覺 哦 基本上他就很快都過去 因為他是藍一排車嘛 他也不希望後面整個被堵住 嗯 對但是只是看到之前的案例就是 有些他可能就是也許 渾身刺青啊 或者說看起來穿著就很嘻哈之類的 哦 那就會被刁難 那一種刁難最常見的是收車子 但其實這邊有一個觀念就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 零檢跟搜索是不一樣的 零檢我就只能夠確認說你有沒有喝酒嘛 那或者是確認你的身分而已 可是如果他要去搜索你的車子 或者叫你下車打開後車廂 這個是不行的 就他必須要有搜索票 他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樣長得比較兇啊 比較多事情啊 如果我們遇到這樣 我們可以怎麼說 這個部分他其實是可以直接提出意義啦 直接表明說你這件 這個行為是搜索 嗯 問到我不同意 那其實警察最常做的話術就是 他先搜完了 再然後如果真的剛好搜到東西 其實他在讓你補簽一張自願同意搜索 就是搜索同意搜索 來不及了欸 來不及了 對但是其實這一塊在食物上 過去看到有一些那種小 就是有吸毒的人啊 被搜到他最後簽下去 其實這一塊將來爭執 還有機會 但是 只要他不簽的話 對他其實不簽的話 就算你收到東西 我不簽的話 這就是不構成嗎 對因為他這個東西變成說是違法搜索 違法搜索取得的證據在原則上不能用 但我們現在也不鼓勵 鼓勵就做這件事情 不要違法 對但是只是 當然收到這個 他有毒品的話 那是當然很有問題 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不是就被挫殺 他就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因為警察 一個懷疑 然後就把人家搞得人家麻煩 啊 那我們還是不鼓勵任何違法的行為哦 然後我們其實也是一個 很鼓勵理性一種的頻道啦 就是 以上如果想要 就是知道更多法律相關的問題的話 可以追蹤苗星的YouTuber 叫貓努律師 苗星 那如果就是想要 就是更仔細的 就是 想要就是諮詢一些法律意見的話 可以加入他的LINE8 那我們Skipak下回見 掰掰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Scarbolo 苗氏法律 我先下 Ry Whisky 做 Map 檸檬汁 Older Bitter 水 Travis 羅麥 威斯 劇 林yo Dried vermouth 然後是有紅石油糖漿 檸檬汁 然後Bitter 那這杯酒的來源呢 其實就是在美國禁酒令的時期 那時候就有一個商人辦的一個創字比賽 他用兩百塊美金希望大家可以創造一個詞彙式 可以形容這些酒鬼就是無法無天藐視法律 所以那時候Scarfoil變成是在美國禁酒令時期 非常紅的一個詞彙 但很諷刺的是 兩個禮拜過後 在沒有禁酒令時期的法國巴黎 有一間叫做Herry's New York Bar的這間酒吧 他們就用這個詞彙創造出了這杯雞尾酒 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 它其實就是比較有裸賣的 裸賣威士忌的那種麥香 然後加了那種莓果的香氣 就是清爽我覺得是 男生女生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來吃禮拜 下回見 我們來吃禮拜 下回見 謝謝大家 你不在 mile 我喝喝不就 都給乎